雅虎问我说这个秋天快要结束,冬天还没有来 天气凉凉又不会太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地方旅行推荐啊? 我问他,我们去釜山好不好? 他说,哦,好啊!所以呢,欢迎来到釜山,这里是甘川文化村 从上面这个路口进去呢,我们甘川文化村的行程就要开始了 但是在开始之前,你可以在旁边的游客中心先买一个甘川文化村的地图 上面有所有,包括是艺术品啊,咖啡厅啊,所有景点的详细资讯都在里面 但是如果你不想花这个钱呢,你看我的影片也是一样的 按照上面的指示说,如果你要完整的路线呢,大概要两个小时才走得完 但是我觉得,随你开心啊,我们来旅行的呗 你看这里最重要一路门的,第一个,大艺术座 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在一个小山上 然后这里的屋子都小小间,然后路也小小的 这里的房子也都旧旧老老的,他们就是会在墙上涂上各种的颜色跟图案 这里的观光路线其实已经规划的非常的完整了 你只要跟着大路走,就会看到很多很多最主要的一些景点 像在这里最重要,最热门,最明星级的,就是这个,排超级长龙的 就是这个可以跟小王子一起坐在这里俯瞰整个文化村的点啊 恕我不去排队,它太长了 但是如果你只会跟着大家一起走在这条主要干道上面呢 就错过太多东西了 这里的小巷小路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你一直去绕这些小路呢,才会发现很多更美的地方 像是这个完全没有人的观景台 像是这个完全没有人的观景台 你就是要去绕小路才会发现啊 我跟你们说,在这个文化村的中间藏着一条神秘的步道 幸好呢,地图上面我们找得到 它没有特别标示哦,但是在整个地图的正中间呢 你会看到有一条很长很长的楼梯 这里叫做148看星星楼梯 为什么叫看星星楼梯呢?原因很辣 因为这个楼梯有148街 很多人爬到一半太累 头缘目眩就看到星星了 但是它是蛮美的 为了成为一个称职的real vlogger 我走完了145街 148街,然后让你往上看 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 你走了一百多个楼梯下来之后呢 就会到这一家 在这个甘串文化村非常有名的咖啡店 怎么认呢?你就认有一个大神坐在这里 就对了 就这样我跟着这个地图路线走 然后从中间这个楼梯穿下来之后呢 这个甘串文化村就算参观结束了 其实在这个参观的过程中 我一直有在偷偷做一件事 我没有告诉你们 就是呢 我买的这个地图里面 也会有一个收集印章的地方 你这样子一录下来 你就可以照这些印章站去盖印章 这上面还有三个 但是我真的找不到它在哪里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迷路王 但是幸好有这个地图 我才成功了 这样嗯... 绕出来 好 我们下一站 今天看完了山之后 我要带你们来看海 我一直在想要怎样安排一个非常漂亮的一日游 所以我发现这个地方 是的我们看到海了 阳光照在我脸上了 这里就是松岛海水浴场 但是如果你以为我要带你来玩沙的话 那你就错了 我要带你们去坐缆车 现在来松岛这里流行做两件事 第一个呢 就是去走它这个非常长 好像365米的天空步道 另外一个呢 就是坐缆车 哦 我都忘记跟你们说 这个地方呢 其实距离刚才的干船文化村是非常靠近的 我坐公车 17号公车 只坐了不到17分钟 就到了 我一直觉得釜山这里 以气候来讲是一个很优秀的地方 因为它会变冷 但是它又不会很冷 也不太会下雨 也不太会下雪 然后现在看到这个阳光这样就很舒服 又是一个镂空可以看到底下的桥 从头走到底365米的尽头就是这个灯塔 好啦我们去坐缆车你说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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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 我懂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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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吗 台湾起来吗 哦 我坐缆车刚好遇到两个台湾人 说嗨 嗨 嗨 这里有恐龙 其实过来这里就是一个让你逛逛 然后拍个东西拍照合照的一个小广场而已 但是你经过了恐龙之后呢 这里就有一个往下的秘境 你看 好像可以通到海吗 莫名发现这里有一条吊桥 好 你这么晃啊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是谁啊 后来我们发现那个步道只是通往某一个森林公园的步道而已 但是你不要忘记从这里出来之后呢 你上到最高楼 这里就会看到一整片的海 然后如果时间对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西洋陈露山的画面啦 啊跟你说一个秘密基地 从观景台往下走 在海边附近有一整排卖烧烤海鲜的店家 你可以在这里吃完晚餐再坐缆车离开 我的新朋友们说这家的海鲜很可以 Bye Yahoo